企业用不完的排污权能出租了 啥是排污权 简单理解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在排污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内 排污单位像大气水滴等 直接或间接排放污染物的权利 这种权利可依法通过缴纳使用费的方式取得 那拥有这个权利是不是就可以无限量排污呢 当然不能任性 每家企业的排污量都有规定数额 一旦指标用完 企业就可能被迫停产 这就有人问了 如果企业要扩大生产规模 产生新的废水废机排放 但当时能腾出的排污指标 达不到新增需求怎么办 花钱就能租用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河北省首批排污权租赁签约活动 在邯郸市举行 那什么是排污权租赁 这就像租房租车那样 排污单位将买来的排污权 以租赁的形式 临时出让给其他因生产波动需要 短期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排污单位 使用的交易行为 这样一来 承租方的排污需求缺口补上了 出租方因技术升级 减产等情况 而用不完的排污权 也换回了真金白银 有交易意向怎么操作 在落实区域总量控制的要求下 租赁双方需要在河北省排污权交易平台 登记注册 签订租赁合同 再由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 出具河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权租赁建证书 各式生态环境局出具租赁确认书 租赁期限最长为一年 租赁价格参照河北省 现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基准价格 由租赁双方自行商定 最后特别强调 企业私下交易万万不可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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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